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聽證會第二天 巴雷特第一次回答議員的提問 焦點落在他會不會備席有關總統選舉的訴訟 他沒有正面回應 提問還涉及同性婚姻、槍械管制和歧視問題等 屬於保守派的他被問到會不會推翻女性墮胎權 巴雷特強調天主教徒的背景 不會影響他判案 又表示沒有跟任何人或者總統特朗普 討論如何裁決涉及奧巴馬醫保的案件 法官也沒有尋求他作承諾 這樣會嚴重違反司法獨立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